好喲 森林 細祥姐姐的登山團 終於要首發團了 這一次啊 其實我們全部都是女生 然後這一次的行程規劃我們要去阿溪縱走 那阿溪縱走其實是我一個非常想要去的路線 它雖然就是難度其實還好 但是呢 它真的很美 所以我本來非常想要等仁甫哥一起去 可是因為仁甫哥現在演唱會如火如荼的非常的忙碌 所以我只好就是放下老公自己跟姊妹們要出發了 然後現在呢 就是我們昨天有開了一個行程會議 就發現說 其實我們這一次大部分都是新手 那甚至有很多人根本就沒有在高山上住過 所以對於心理的打包會有很多的疑問 所以我就想說呢 我可以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女生是怎麼打包我們的登山裝備的 首先呢 我用的登山背包是他們家的 那我選擇的是45公升的背包 這顆包我也覺得背起來真的 背部的壓力跟腰部啊 都非常有支撐 當然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喔 像一開始我也有犯過這個錯 在打包的時候啊 你左右邊的重量要平均 那天我發現他有個很神奇的喔 他其實是我的胸扣耶 我胸扣這樣扣住 如果你有需要的時候 這個胸扣打開 他就變成一個可以急救的哨子 我覺得現在的設計真的非常非常的貼心 這個背包啊 他其實上面這一個袋子 那是整個可以這樣把它拉掉 把這個拆掉 所以他這個背包整個可以拿掉 所以我覺得這個包包其實 欸 那天去試走背包 覺得他真的非常的好用 所以為什麼試裝備很重要 尤其是鞋子 因為你一出去 我們是三天的行程 如果你的鞋子磨腳 起泡等等完蛋 你後面就是生不如死 因為你也沒有回頭路 你還是必須得走下去 所以鞋子一定要去試走 還有記得襪子 襪子要夠厚 好 那現在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裝備 首先呢 我把我的睡袋 然後這個是我老公教我的 分享給大家 就是你看 在最底下 它有一個空間 是可以放睡袋的 那我的睡袋放在最底下有個好處 你看我剛剛包包 我要拍的時候 要這樣導層 這樣都不行 因為呢 它整個睡袋放在最底下 為什麼 這個是你要到營地之後 才會用到的東西 它就放在最底下 因為你在行進中 絕對不會用到這個東西 它又可以在底下當作一個背包的支撐 所以你的背包就不會這樣東找西歪的 有沒有 雨衣一定要放在你最容易拿到的位置 因為你可能在行進中突然下雨了 那你不用把整個裝備整個包包打開 結果已經下雨 你這樣一打開裡面 東西不就裝水了 所以就是雨衣最好是放在外面容易拿的 那因為左右平均 雨衣 雨庫放這邊 然後這邊的話就可以放登山以上 我都會習慣戴護具 就是護膝 你也可以就是考慮放左右兩邊 然後還有手套或中間 都要放在好拿的位置 你的睡墊 拖鞋這些等等 用不到的東西就是全部都在底層 然後你有可能用得到的 比如說藥品 吃的 濕紙巾 衛生紙等等 你就可以往上放 那當然還要看你的配備 比如說你這邊是有小包包的 通常我這邊會放一包衛生紙 然後備用的衛生紙 我就會放在上面 你想吃的小零食也是放在兩邊 這一邊的話呢 就會有一個是下雨的時候 要用的 背包自己的雨套 然後你要放在最好拿的位置 因為你都要想喔 在山上有時候那個雨對它說來就來 你根本就是來不及 你慢慢去翻你的裝備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你不要在翻裝備的時候 把你裡面其他的裝備弄死 這個是我的睡墊 加隆睡墊 這個睡墊我個人覺得非常好用 而且睡起來的舒適感是很重要的 然後我這個睡墊也很輕 就是它不會覺得很沉的那一種 然後還有這個是迪卡農的枕頭 我非常非常的喜歡這一顆枕頭 原因是因為睡起來很舒服 你用上也非常非常的便利 它就這樣 然後你只要把這個打開 好了 扣起來 然後 它就好啦 那我很喜歡它這樣子 就是有一點點支撐 可是又有一點柔軟 因為你在睡覺的時候 只要會有一個 CUSHION的感覺 CUSH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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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CUSHION它 妳有聽懂嗎 妳不太導致解釋嗎 閉著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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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一個 噢噢這樣的空間嘛 對不對 很輕 它超輕的 欸 這是很輕欸 那為什麼又不哥給我那麼重呢 真的假的 它給人家是重的嗎 很重欸 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好 等一下我來檢查新手裝備 可以 然後再來我覺得 呃 登山帳是一定要的嘛 這個就是個人需求 然後可以看路線 比如說像這一次我們走阿西中走的話 其實像老師建議我們帶一隻就夠了 那有些人是習慣帶兩隻 這真的很看個人 所以就是 登山帳我是建議一定要帶 因為它可以減緩你膝蓋的 然後 雨衣 雨褲一定要的 這個 是我 要更換的衣物 可以選擇不同顏色的 袋子去做分類 因為在山上的時候真的 手忙腳亂 因為我很會流汗 所以我都會帶頭巾 第一條的話 我會放在我的登山背包這個 腰包這個位置 就是很好拿 其實出發的時候就會帶頭上 怕第二天是濕的 所以我帶了一條備用的 然後因為我太會流汗了 所以我有帶一個就是 內衣去換 一條褲子是備用的 萬一濕了 萬一髒了 你都還可以有得換 一件透氣的快乾牌和T恤 襪子也是一定要帶一雙備用的 然後再來就是毛帽 毛帽的話是因為在山區睡覺 晚上真的會冷 頭只要一直在吹風受寒之後 你整個晚上就頭痛 這樣你後面的行程你會覺得很痛苦 你當天也沒辦法好好睡覺 拖鞋建議一定要帶 為什麼因為你到了目的地之後 其實要把你的登山鞋換下來 然後換一雙舒服的拖鞋 那我是喜歡就是有後跟是可以支撐的 因為我們有時候去上廁所 你還是會走石頭地啊 或是有一點點坡度 如果是後面沒有根的這個 我就很怕就是會拐跡你知道 所以我會覺得有後跟的對我來講 比較安全 熱水瓶這是一定要帶的 因為你晚上 向導都會煮熱水給我們 那我們要儲備第二天的水 再來這個是我的羽絨 這一支因為海拔沒有很高 所以我的羽絨帶的是寶款的羽絨 怎樣你帶大衣是不是 你叫我帶那麼厚的欸 誰叫你帶那麼厚的 誰叫你帶那麼厚的 哪有 你看我的羽絨熱飽 昨天向導遊說 我們最冷的十度左右 對啊 那這是要怎樣 你真的有很熱的嗎 還雙毛 你是要去爬雪山嗎你 下雪了 太厚了啦 抱歉我抱歉我們太急重了 你想關心我怎麼是不是 你真太厚了啦 然後呢 再來就是頭燈 還有我的行動電源 這就是電器設備 這個是我重要的精神糧食 裡面全部都是吃的 吃的補給品 沒有要請吃 Oreal 冷氣 沒有你 謝謝 好 這個呢 咖啡 乾燥的水果乾 滷蛋 豆乾 還有一些小零食 然後最重要的是 我有準備那個 冷量包 冷量果膠 鹽錠等等 但是啊你看喔 為什麼我都把它弄成這樣喔 因為我們上山就是很怕重 所以你盡量帶這樣子 一小包 一小包 買來的時候是一大排 可是你看我有多精簡 我把它剪成這樣 就是因為我不想要那個 配上去 有沒有負重手 真的差很多 辣椒粉 帶了四包辣椒粉 請解釋 架槓的小辣妹 喔 然後這個是我的藥品 我就把止痛藥 這個是我心臟的急救藥 把它剪成這樣 兩顆 過敏要一顆 會要一包 就是都是備用的 最主要是有時候怕就是 腳有拐到或發炎或扭到什麼 就用貼布 可是這貼布 它本來長這麼大一片 這個也是我剪下來的 還有一定要記得帶垃圾袋 非常適合帶夾鏈的 因為這樣垃圾的味道才不會跑出來 但是我都有準備 我準備了一個是綁帶的 也許可以綁在背包上 你在行進這種垃圾比較方便 女生收納的最重要的事情 這一包就是我的美妝用品 你看這個是我的收納包 我的美妝用品就這樣喔 這個是卸妝的 這是維他命補給 因為每天化完妝就可以吃了 防曬 我把防曬變那麼小一罐 我自己都很好奇 這麼小一罐我是夠用嗎 梳子 這個呢 它是我的卸妝布 那你就說 欸我可以帶卸妝的濕紙巾就好了 啊濕紙巾加了水啊 是不是比較重 所以卸妝布它是乾的 然後你到了營區之後 你就把你沒喝完的水有沒有 沾了這個布 它裡面就有釋放那個卸妝的成分 你就可以擦臉 然後擦完你可以用兩張 你看這輕輕 這麼輕欸 所以就帶這個 那你就帶一天算兩張的量 因為第一層先卸 第二層再做清潔 如果你覺得還不夠乾淨 你真的是一個很愛乾淨的人 請你買沒有含任何香精的濕紙巾 或是那個叫做濕衛生紙 然後再擦一下 就是當做洗臉 因為在山上其實沒有水讓你洗臉 好這個是我非常推薦的 賀芝 登山 凹豆 森林系姐姐在用的 欸我沒有收錢喔 賀芝卸妝布OK 因為它真的很輕 所以我覺得女生用很方便 只要加一點點水就可以了 一個遮瑕 就一個隔離霜 一個粉 有一點點修飾膚色的粉底 小小的腮紅 這麼小 誰會有這麼小的腮紅 然後跟眉筆 眼線筆跟眼影筆這樣 然後這個呢 一定要帶 這個超重要的 為什麼 這個是爬山人必備的耳塞 因為你都不知道你的鄰居是誰 然後可能就是晚上隔壁真的很大聲 你根本沒辦法睡覺 那你第二天都不用爬了好不好 好 以上呢就是請姐 森林系姐姐的登山配備 跟大家做分享 好現在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新手爬山到底有多沒經驗 他們到底會帶一些什麼東西上山呢 首先我看到它三天兩亮 OMG 你這你走得動 好重喔 你裝得什麼 為什麼那麼重 首先我給你看 那你這裡放什麼 都是袋子 哪需要帶這麼多袋子了 我怕山上很多垃圾我要帶下來啊 你要去近山是不是 好啦如果是近山我就不阻止你了 基本上只要一個就好了 今天到底多了新手哪些東西是不必要帶的 我們就把它堆在這裡 我現在後外套拿來它也不用 害怕 是你說呢 對 而且你的食物還在我這 因為我有幫佳穎準備了一包 蛋白質跟能量補給 你說還沒放嗎 等一下放在最上面 你看我真的是新手 這包包好像不爽 好可怕喔 這是畫紙 這是畫紙 這是一個頭燈 頭燈藥 對對對 我放在最上面 那為什麼要這個袋子啊 因為它新的 沒事 吃紙巾 吃紙巾 碗要 對 第一個錯誤 欸 為什麼 你東西不會用到五碗 你碗不用放在最上面 碗要放在下面 你到了營地才會用啊 可是會有午餐啊 午餐是吃乾糧啊 我們不是要買雞胸肉跟飯糰啊 好 好吧 有金燙燙的 化妝包 有多重 你知道嗎 它不是化妝包 它是保平安的 保平安這麼大一包 你到底有多害怕上山啊 你真的很誇張 各位觀眾朋友評評比 你看它 我看 一 兩 三 四 六 八 三 然後規念了咧 十二 十一 十二 還在幾 你上山 這是你送的 我知道 我要讓你媽 錢包沒 叫你帶上山 唉唷 這一包好重喔 OMG 我這個 這個沒有 而且你帶那個上山 幹嘛啦 OMG 這一包你只能選一個帶 一個 還有一個 好 好 OK 選最不錯的那個 要放行動電源 但是行動電源還沒放這 OK 好這個可以 外套 方向外套可以過 腰帶 腰帶要幹嘛啦 不是 他們一直惹弄我 腰帶 腰帶 喔腰帶 我就帶腰帶回去幹嘛 我先看一下 這包還是腰帶欸 這包才是 帶很多包 帶到自己都不知道哪一包是哪一包 女性用品道 對 然後 可是你幹嘛那麼多個袋子 這兩個不就一個就好了 這整包都可以不用帶 你剛剛有沒有看到秦姐 剪一顆 有 我現在知道了 會漱口水 不行 只能帶鹽 污染環境 噢 噢 不能有漱口水和牙膏 這是什麼 被子粉 欸 為什麼 我現在覺得 流汗的時候你摸 你身體不會黏黏的很舒服欸 真的 那個過 這個 流 這個 流 汗 流 這個可以流 沒了沒了 又一個袋子 嗯 兩個 他裝垃圾了 好 來 這邊是可以保留的 那邊是這個讓你自己篩選 好不好 很精彩的來囉 這一包 這一包 這一包拿起來 怎樣 那是在什麼 我小貓貓 Oh my god 還爬不出來 好 這間 這是我三天的衣物 帶那麼多衣服 哪有 這還有一件封衣欸 Oh my god 你到底帶那麼多衣服幹嘛 你的帽子 帽子要 你真的按乾淨的人 他就要每天都換衣服 這是 晚上的防風外套 太多件了 不行 買件背心 你到底是怕你怎樣 你現在是要去雪山下雪 因為我被告知會很冷啊 我還有一件861 還要帶861 我的褲子 怎樣 一件 兩件 你不是要穿一件 你帶那麼多衣服 幹什麼 他帶四件褲子 我們才去三天兩夜 兩夜 OK 五件褲子 不行 你只能帶兩件 穿一件帶一件 好 最多再讓你帶一件 穿一件帶兩件 OK 巴黎也不用 巴黎不要 好 不用 好 好 可以 可以 好 襪子 襪子帶幾雙 兩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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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少了拖鞋 就是 可不可以不要那麼大的袋子 因為你上山就是要 越輕巧越好 還要不要拖那個袋子 要不要拖那個袋子 可不可以這樣 女生就這樣 第一次爬山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這也還好吧 然後這也一點點吧 每個家錢你看他 有啊有啊 這個 你就不要 然後直接這個 你看我剛剛才發現 這肉網之魚耶 他帶這樣沒有錯 可是你知道這有多重嗎 你拿 你當公親氏族 看我的 來 我會帶這個 哈哈哈哈 給他本人自己拿 差很多 差很多欸 對啊 你恐怖跟我介紹一下 哈哈哈 不要再給 好 我等一下拿個青筆 你就是常常在收東西 覺得20克沒什麼 那100克沒什麼 最後就變很重啊 你這行李真的 重到不行 我看完林家瑩的設備之後 我怎麼覺得我血壓 現在應該蠻高的 哈哈哈哈 等一下 你看Oreo現在長得有多舒服 我要拿著 給我的枕頭 哈哈哈哈 你看有多大顆 還有枕頭 哈哈哈哈 你看啊 這麼大顆 哈哈哈哈 你要不要比對一下 他很多欸 我拿小的給你啦 這個是 這個是 露營枕 我覺得他那天一定沒有認真照 還有登山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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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哇 我們森林系登山團 拯救了一個新手欸 免得你上山之後 真的被自己壓垮 所以你現在可以帶的東西 只有這些喔 平安服可以選擇衣 帶著就好 擇衣OK 好嗎 喔 好喲 那我們下一次 再看到我們的時候 我們就真的要出發了 其實人不夠沒趣 有蠻緊張的 第一次就是沒有老公的日子 然後要上山 而且三天兩夜過夜 不會啊 我先保護你 對對對 好怕喔 我好怕 好啦 希望我們登山順利 可怕嗎 還好 我們一直在山順冥想 我要吃炸雞腿 我怕GoPro無法呈現 那個黑森林的感覺 我真的是 被騙過來值得 值得是不是 來再講一次 值不值得 蠻值得的 欸 沒有蠻那個字 很痛嗎 很痛嗎 痛嗎 哈哈哈